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將以前處理香港的事務 對於一國兩制看法 對於管治 他有講過有什麼好的政策 由香港特區的特首他們自己去宣揚 這個是真是非常正確 我們真是無人歡迎香港人 還有這個是管理的文化 譬如說現在香港既然說 一國兩制有特首在 一個封疆大臣 那你覺得中聯辦是什麼廣告版 你有這個在 其實它兩檔東西 就合起來一檔就OK的 盡量少些出來 變成它那些公佈政策就熱燥了 你弄一檔什麼人大法制委員會 什麼中港 什麼交流會 沒有理會的人出來過那裡說 那你那個特區首長哪有權威 管理會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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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弄一檔什麼譚耀宗之流 什麼鄭耀堂之流 柴子打羅打官 曹冤巴掂 你做特首怎麽推行中心政策 現在這個行政先生 證明他們都有做工作 了解香港實際情況 都知道有些人製造一些煙幕 一個社會有七百幾百萬人 有三幾十個異見分子 或者十個八個分子在那裏燒嘴炮 在那裏發開口罵 亂說香港可以獨立 香港什麽物物 如果找一把口說的都有效就好了 大家知道口說無貧 買賣物業什麽都要簽合同 你認為共產黨有人找一把口說 會實現到的那就富貴 你共產黨自己找一把口說了幾十年 一貌產多少斤 中國夢法什麽夢 就只有一個港字 港是空花無果說話 你加上大家都明白 全世界都是推行燃料自由 新聞自由 你不歡迎他 但你都不需要跟他撐他的場 跟他鬥對立 即原本那些人是沒有地位的 例如說大貓 我現在要搞港獨組織那些人 可能不阻礙你 但你找那些左貢打手 特意出來吵 就變了你有地位了 你跟他製造的地位了 你哪有這麽蠢的 現在李韓正是副總理來的 做港澳協調小組 看到這個問題 應該放手不理的 做什麽事都沒有 七百幾萬人 你那十個八個人說這些話 沒有人理他的 千幾百都不是以來的 沒有啊 沒人理你的 即是沒有人理你的 好了 但如果你真的要管的話 我們贊成管的 但就不是明管的 因為他怕製造你有江湖地位 你做什麽生意 你做什麽行業 想辦法好技巧 銀行不借錢給你 有些東西難你 如果你開餐廳的茶 你那班牌 衛生出來幾次 即是人家是很技巧的 不是不管 就不是像你共產黨那樣管 但如果共產黨搞到這麽呢 就因爲有一班不學無熟的人 無料的人 要借這些事件 炒大他自己去出位 自己去上位 扮忠貞 扮忠心報國 那麽可以撈到油水 可以找到好處 那麽香港便走了一個很低檔的城市 即是這個都是管治手法 在那裏搞鬥爭 但是是低檔的管治手法 那麽有韓正先生撥亂反正 那麽也證明中央領導層是看到香港那個重點哪裏 那麽放身給香港特首去執行 那麽叫你那些中聯辦 港澳辦 其他那些外衛小組 什麽什麽的研究會 就是劉少佳之柔這些乞丐 全部麻煩你少講香港問題的東西 當然他都有言論自然 但是要適當去發表 就不要走出來代表中央講話 那麽他們一個個都借過招牌 所以他最近看到特首 炒了那個政治顧問 什麽助理那個陳建平 又是那些土共的代表都在那裏 這個我相信特首他們收到資訊 這個是好事來的 這個是值得大家香港人高興的 那麽說說針哥的報紙 好像很熱鬧 很熱鬧啊 又說取消和金仔會面 阿公仔不知道多好事 是你不聽的 人家又取消一些核設施 炸了那麽 炸了那麽你就 那麽多事說 炸了那個山頭 是時間啦 炸什麽都好 人家說他有做事 是你不聽人家說話 我們看到朝鮮那邊 這個阿金哥仔是有一班牧臣很厲害 他我們收的資訊 應該在俄羅斯有一個顧問團 可以幫他們受 他連銷帶打 因為在表面來看 你等我放了你美國那三個人 交給美國 我又拆了那些東西 那你又說不談了 正常來說他又會發瘋 發火的 但誰不知他又不是 所以非常冷靜 那阿川哥就給他玩一招 因為他美國川哥呢 他曾經發瘋 就入了習大大掃的嘛 說習大大在玩東西嘛 跟他見過兩次面之後 阿金仔才在那裡發瘋 又說不談 現在 不是啊 我隨時等你談的 那變成習先生沒有玩東西啦 所以他這個都很厲害 但那個結局會怎樣呢 我自己看呀 個人看呀 朝鮮金仔一定不會 同意你那個 沒有核制 就是絕對沒有核子 沒有這個 沒有殺這個核制地區 不會 他現在就是靠著那幾顆東西 籌碼才有江湖地位 你撿我鞋子 那你還要跟我談 是不是 他不會相信你 他不會相信你 那為什麼會 阿珊哥突然間會這樣說呢 是的 他又說了你習大大搞局 跟著他發瘋子不談 他是有少少隔山打牛的 就是用這件事呢 繼續呢 針對你中國收緊的東西 入你授 你肥仔金 是你聽你習先生講的 那他在中國這裡呢 交緊授嘛 表面呢 就說 我中理貿易務事 其實就有事 他在收緊螺絲 所以用這些藉口呢 所以中國都難捱的 中國難捱的 但是美國都會疏忽做一件事 他這頭掛著搞這些火頭 但是中國在那裡 在那裡做了很厲害 俄羅斯呢 就已經是 和越南宣佈在南海九段線那裡 開採石油 那中國 就出來抗議 然後有人問他們 俄羅斯駐華的大使 為什麼你在那裡開採石油 都不問我們 俄羅斯大使 我為什麼要通知你 一句 為什麼要告訴你 你吵什麼 但你都看到俄羅斯是很厲害的 他現在宣佈說 跟越南開採了 就已經開工了 不是說籌備 是已經開工了 已經一早預訂了 就是說 我們跟著看完 因為他早個星期 菲律賓宣佈 就和俄羅斯有一個情報的合作 那你怎麼會 菲律賓和俄羅斯 會拿起那個情報合作呢 就說俄羅斯 一早知道你中國 輸了官司在國際上 那種財 菲律賓那個 輸了之後 就已經開不出聲 就開始部署了 既然間國際 仲裁了 這個南海的地方 不為你中國的 他現在和越南去搞事 關於什麼事 是嗎 是嗎 對 所以想不知會你 合情合不合法 你又和賓仔 有情報合作 就是說呢 你將那個菲律賓 越南 又跟著呢 越南到呢 和印度呢 第一次有個海軍軍演的 第一次 歷史上 歷史上 那現在你賣的軍火 超過400億美金 印度呢 就佔了 百分之三個比線賣給印度的 俄羅斯賣出來的軍火 有400億美金 百分之三是印度的 百分之十五是賣給越南的 百分之十才賣給中國的 那證明了 究竟你越南和印度 那個海上軍事演習 是否俄羅斯在後面插畫呢 他又不要說 俄國 印度、越南 好像眼神似 沒有離工這麼遠 那些海權 跟俄羅斯差事嗎 不是 走到進來 是嗎 就是很明顯的 他又不參與 就等他們兩個搞 跟著呢 俄羅斯之前已經宣佈了 在越南有個核子研究中心 核能 核子能研究中心 成立了 好 在上個星期前 又宣佈了 在外蒙古 俄羅斯又有個核子研究中心 嘩 中國很嚴重 旁邊左右 金仔又有個核彈 外蒙古 遲些有 越南有 是吧 現在就比較好隱蔽了 就回顧我好久以前 當作講笑形式 即是說 如果俄羅斯跟美國佬合作 你中國呢 兩邊沒有了 整個中國睡了 共產黨收工 現在看呢 有跡象 真是 這兩個混蛋 玩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塔茲別哈 是俄羅斯勢力來的 它是那些加盟共和國來的 以前是蘇聯 蘇維埃聯邦 蘇聯時代的 獨聯體來的 但美國佬入到塔茲別哈 軍事合作 弄了48億美金 你覺得共產黨外交部做什麼呢 在新疆旁 是在旗帆 對 讀在旗帆 你會拿出來 那為什麼俄羅斯不理呢 是沒有什麼理由的 威脆不理 所以俄羅斯不理會 就沒有理會 所以叫你 借我了 你的借你兩位 這兩個人 有一個默契一樓 你在塔茲別哈做一間 這是什麼 是不是 我在越南 菲律賓 你就沒有理會 美國 它們大家都沒有出聲的 美國沒有吵 俄羅斯沒有吵 泰茲比克搞事 都可以吊詭麵 所以我們上一集說王毅大媽外交部長下台是絕對正確的 整個外交部 修情部部署 我們很早以前說中國 俄羅斯和印度聯手 才可以正式有一個很實正的力量 才能擴允歐洲和美國 現在你不肯是 只要你自己一個因 反為印度和越南聯手 俄羅斯和蒙古又聯手 俄羅斯加上越南又玩 俄羅斯加上越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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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不過他當成立了大功 是不是 接著給多少錢 有多少錢放在袋子 就是他們做的事情的人知道 我們看到李澤大大身邊的人才真的沒有 連這麼敏感的軍事部署都不知道 接著我現在宣布他們進來亞太區 連印尼佬都合作開石油 西蘭尼亞俄老這次公佈 他和西蘭尼亞手這麼長嗎 是啊 不是今天談的事情 一宣布得已經不是今天談的 整個亞太區 亞太平洋區入手 他做工作做得好 所以他們現在那個局勢就發展到今時今日 金仔給你美國佬想 我隨時歡迎你來談的 看看美國佬怎麼回應 那俄老呢 你金仔這樣呢 就間接製造了普京的形象 他沒有對你亞太區在草原巴閉的 他全部都是那些人一漏他合作 歡迎他去合作而已 印度人也歡迎他 越南人也歡迎他 又賣這麼多軍火給他支持他 連菲律賓都拍手掌歡迎他們合作 情報上 那俄羅斯是很厲害的 我們就剛才講這些資訊 有時都不是很明白 當然你香港那些傳媒的報紙 電視台是沒有資源 說派記者住在那些國家拿資訊的 他們壓迫不起的 即是他沒有理由派到那些記者去拿情報收料 也都難 別人都不讓你收料 但是你不收 為什麼你香港的傳媒那麼弱呢 我們講那些外蒙的核基地 越南做核基地 塔斯比克做軍事合作 無國際視野當不關我事 很少傳媒播 跟香港有什麼關係呢 跟香港沒有關係 又覺得跟大陸沒有關係 有一點點遺憾 就是說 每個人都在做夢 真的在做習近平的 大家齊齊在做夢 窗秋大夢 多好啊 被人殺到埋身都不知道 祝大家好運了 但還有一件事的 是不是中國怕了敏感 而是免許給俄羅斯這樣做呢 要來抗衡美國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就是說他是知道 同意俄羅斯在那裡這樣搞事 但如果你同意搞事 你是沒理由抗議的 美國就不知道 真的 就是說 你既然你要借俄羅斯的勢力來抗衡美國 他們就被俄羅斯在那裡這樣發展 但美國留一手很厲害的 雖然現在俄羅斯下了越南 印度有軍演 海軍演習 共產黨也說有航空母艦 美國人有一個奇兵很厲害的 有一支奇兵 放在新加坡的 是啊 放在新加坡的儲備的武器 多過放在美國 你們真是烏鑊 烏鑊 你們真是烏鑊 還有它放在那個導彈 所有的軍火的設備 是多過放在美國 在新加坡的 還有自動上運行的 知道嗎 你的戰車 或者你的戰艦 或者飛機拍進去 拍在一個固定的位置 全部自動補充所有的彈藥 所有導彈 不用人手的 好了 那去新加坡那個地方 一改裝的話 那六條通路 全部就是做直升機升降的 美國最大的軍火庫 就在新加坡 全部自動補給的 總之你任何戰船 戰艦 什麼型號 拍在哪個位置 全部都有運輸帶 除了補充所有 又立刻開出去再打過的了 加油又盛 補充了彈藥 因為你的炮膽很重的嘛 你不是用人手搬 搬得來也死了 那變成整個自動化的 船一拍過來戰艦 然後一按銭 嘻嘻聲派在cri 去打 suc 好級的 去新加坡 所以你什麼都跟印度佬 去到美國佬壹不疑你的 你補充的那個耗勤加快嘛 你射完就沒有 他射完就有嘛 因為他的武器庫是多於美國的儲備 很大 很濕碎 就算現在美國的訓練基地 比香港大兩倍多 隨便一個訓練基地 設計所有黎巴嫩、敘利亞 約旦、延門 那些城市的模型全部設計在那裡 那個基地都拼在那裡 餐廳、酒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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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裡受訓 你一去到你就不准講一句英文的了 大阿拉伯人是融入過生活這樣來訓練你的 跟著你直接進去那個城市 有坦克車有成有成有人撲擊你的 真的一樣 所有的街道、漢漢、環境全部 所以那個地方2500多平方公里 你香港是1000多平方公里 面積 但現在只是美國的一個基地就訓練 2500平方公里 最大的環境 所有城市的人 那些人 你現在攻打到 敘利亞哪個城市 那個城市的模型在那裡 在那裡 實境 有人撲擊你 有人放炸彈 這樣訓練 片場 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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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也是這樣的 白形片場 俄羅斯也是這樣的 但他現在去美國這些基地 就要來訓練實戰的 你直接是實戰 你在那裡做Rehearsal 就是好像片場那樣的 那些警察都一樣 但俄羅斯那個 就不是訓練 是上戰場 是訓練那些特務的 派你去那個國家做工作 你事前訓練 他設計了一些城市 比如歐洲布拉格 或者法國 巴黎 或者倫敦 你走進去 就是倫敦的街景 當你去到城市 你在那裡訓練的時候 你一句俄羅斯話 都不能說的 就是那些人走到姿勢 聊天 神情 你在那裡住 在那裡整理訓練 他的佈局就是這樣的 變成你派你出去的時候 你去到倫敦 就像在訓練那裡一樣 那些人 浪費這麼多錢 不要說 你拿些錢去研究 牙齒怎麼再生 那些人 讓人少些病 搞過這麼多無謂事情 用這麼多錢 是不是很搞笑 很浪 人就是這樣 很浪 所以 大把人不想世界和平的 如果和平那些人 那些人就沒有 呵呵 一拆招 但中國都不執書 因為中國 雖然說 連新片都弄不到 這個事實 新片都弄不到 大家記不記得 最近有件事 什麼事 有人去聽張學友演唱會 是啊 抓了肚子 很多肚子 都是看張學友被抓 被抓 被抓 那個是很先進的技術 就是你入場 一走過 他那個儀器 探測那些東西 已經搜尋了你 這麼快 很高速 是啊 很高速很高速 連了上我 資料輔導 你看新聞 看到的 一入場 所以為什麼中國 現在抓人 抓得這麼快 就說 中國政府 去研究科技 是要來管治社會 集中在那裡 控制社會 是啊 控制社會 那這班精英 第一我記得是 鄧小平那時候拍板 鄧小平拍板成立這個中國科技大學 鄧小平是毛澤東 真的 毛澤東拍板的 毛澤東拍板的 他擺的地方很神秘的 那麼多 北京啊 河北啊 天津啊 上海 那麼多大城市 這間大學都不擺在那裡 他擺在合肥一個很隱蔽的地方 那麼每年呢 就 選三幾十個 那些小學生 那十不一樣 十不一樣 譬如你在中國 你三四歲 你背到那個 論語那些人呢 就有機會被你選中進去 檢查到你的IQ為更高的那些 那些 現在都有 二千多人 自小培訓他們做科學家 最近我們講這些科技啊 這麼尖端的那些 都是在這個大學出來的 現在有些高級的領導人 那些總裁啊 那些中國龍頭的公司 都是在那裡培訓出來的 但是為什麼 那些戲力完全用了管子的內部 就出面 那些情報就一塌糊塗的呢 情報比較難的 因為 很多人都明白 為什麼北朝鮮那個情報 都望在歐洲那邊 世界那個研究核子能的 中心呢 就在維也納 來的 那還有在東歐 烏克蘭走廁的時候 那些俄羅斯那些人呢 就習慣了一邊活動 那嘛 交修啊各方面在那裡走來走去 所以北朝鮮那些 與色列那些全部都在歐洲活動 就是 情報網難的 它有很多代人 你要知道情報網呢 有很多分類的嘛 有些是行動 有些是瀑在那裡 有些是 玩反人家轉頭 那你要有很多代人 在那裡居留 你才能入到它那個上層社會的嘛 就算現在你在香港請一個 普通的公務員 都經這麼多關卡啦 就算你做個幫班仔 都查你三代背景啦 是不是啊 那你其他國家一樣的嘛 它這個是內部安全的嘛 那麽 那麽它差不多幾代人呢 在那裡居留 才可以 入到政府高層嘛 那你中國共產黨幾多年啊 是不是 現在這個叫開放 是不是 那開放 變成它 它又想做這些工作 那麽就做到賴屎賴尿 沒有人好 那麽就找到肥仔屏 所以他每個一群都搞到匿頭 一個很深層的工作 那麽中國是否真的沒有這些人才呢 是有 但又很垃圾 但當年它在中國內地的國民黨時候呢 他們就做得好 政務工作做得好 因為範圍很小 你的言語很通 你以為一帶一路 東歐講紫黑話 你怎麼講 那些特工真的自小才能做到 是吧 講語言你都深入不了 我叫你去汕頭做特工 你有什麼壯朝就有話 那怎麼做 現在開箱就自己有了 是吧 你娶老婆生兒子 搞在那裡 等兒子大 還要是人才 怎樣都幾代的 這些工作 所以不是說你有錢就行的 等於現在中國不是說你有錢 就做到那些芯片的意思 它要一個很多代 你等於現在出到 不知道幾代 幾代的電子產品 是那些大工廠 累積回來的經驗來的 對吧 等於現在世界上那些最強項的音響公司 你開一間公司 追不到的嘛 它研發的那些產品 很多一代的經驗累積的嘛 你不是說你有錢 開一間公司 頂它就頂不到的 現在就算說你做生意 你頂可樂 就算麥當勞 你就想開一檔頂它了 你頂不到的嘛 它很多管理的文化 累積回來的經驗在那裡嘛 對不對 所以不是那麽簡單的 到底那個問題 那就是中國就變成了對外 一塌糊塗 那就是管理的形態好像越管越緊哦 要管的 這個我要管的 公鬥劇都在這裏 這個要管的 要管的 這麼多路線 我在這裏伸功計 為什麼我開聲就說要管的 它內地也很多都禁了 是啊 要管的 要管的 最重要的就是中國現在十幾億人 佔一半人有以上 那個文化教育的水準是低的 但是他們的愛國神劇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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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灌輸你那個黨性的教育 它就可以接受 但是你這些無厘頭的東西 它就覺得你會誤導了那些人借股奉金 就不配合潮流 那現在他習先生上場 未必是他的主意 但是下面呢 有一幫漠神呢 就看到那個社會是亂龍的 那也都要分開公道講 就算你香港人的教育水準這麼高 你看完無線電視劇 這些宮廷劇 你學到什麼呢 你吸收到什麼呢 反而你看國內那些好的古裝的歷史片呢 你還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現在很多都不行的 現在不行的 但它都有行的 陳敬時 譬如雍正王朝 三國演藝啊 三國演藝啊 是不是啊 一部一部 但是跟著現在那些 是啊 紫馬鹽那些 人家看完之後呢 你是吸收到一些東西的 但是看無線的劇集呢 你吸收到什麼 所以我覺得他禁是太遲了 一早就要禁 但是會不會濫用了 以後就想說上市 什麼都要禁呢 這個就有得相確了 就說你那個執政的人有權力的人 這個就是人的水平問題了 哈哈哈哈 不是很信得過 不是人的水平問題了 哈哈哈哈 那你如果你 是啊 很危險啊 正正的陽關起 大方向要過濾的 因為中國現在太混亂了 非常混亂 搞到呢 整個社會那個是 對他們的穩定是有影響的 他們要禁是應該的 有第二個報紙 那這裏一方面我們就要禁 平民就要禁 但是在後視播 亂寫沒有人理的 哈哈哈哈 我們亂寫沒有人理的 不用禁 不用禁 他那個是煙磨來的 這就是共產黨的下三腦的手法 把人發爛雜體的反應怎樣 如果他沒有人同意他這樣 那個胡俊錫不會亂說的 因為你一登得出來 他這些 他不是這裏人民的報告 在這裏三樓 就是等於現在你香港到來的 說幾條這樣的 現在二大陸出來 說一大量的東西 譚耀豫豬啊 現在說 梁愛思之流說一大量的東西 試水溫 說錯了 他就說他不肯理他了 但是沒有人反彈 他可以再踩到一步下來的 就是一種是手法來的 但如果你用這些手法來保治 社會就是很嚴重的 那就是領無寧日 整天只要一個吵著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你聰明的人 第一你不會看環球時報 你有沒有看什麼 就是你香港的傳媒 你這幫不家產 就要轉載他 你做傳媒的那些 不肯轉載他 有差人之環球時報 那肯定是嗎 你會不會買一份環球時報看 你會不會買一份大公文會看 就是大家好 老實來講 你香港人有多少個 買一份大公文會看 從來沒買過 不買就是沒事了 你就有話就廢話 因為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大貓你就有話就說 如果這個成熟社會 你是可以包容這些垃圾 那你就笑一下 你是不用生氣的 你說新聞自由 你要給你新聞自由 那現在為何環球時報 是新聞報紙 你就有話就說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既然間你要求那個城市 是自由社會 是民主社會 那為何你香港人 不接受環球時報 亂差這麼說呢 那你都要接受那些 土共左仔 亂差這麼說的 那些 你擺明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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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用行動 那你就用行動 就弄些鼓它了 但是香港搞政治班人 沒有這個水平 完全沒有 你看俄羅斯都不敢說話 兩個幾月 普京一上場宣誓了就職 跟著 你什麼平平八萬幾多東西出街 是不是 你香港搞政治那幫人 就是大家在裝了東西 又搞很多無厘頭的黨派 拿個箱子收錢 是沒有人去插插做事的 連到我們那時候 早幾年 說你搞一些夕陽雄 呼善六十歲 五歲以上的 有掌者卡的人出來 走去滴血 寫血書大字報 中聯版圍他 有一百幾十個掌者就可以了 寫英文大字報 震驚世界 怎麼只有兩個人報名 我怎麼搞呢 我說我帶頭 是不是 那就無法搞 搞什麼 搞一條毛 逢你搞這些 要緊要人犧牲 你不可以叫年輕人犧牲 最好長者要犧牲 那你真的戒一戒手 我滴血書出來寫大字報 都沒有人敢去 都沒有人去 都沒有人去 你這樣轉 香港不是搞這些事情的地方 搞事情會怕上身而已 都沒有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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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敢去 那你吵完了 因為搞了佔中 那些年輕人 就形成了風氣 有風頭出 作為一種潮流 你不去 回到學校 那些同學就覺得你落後了 又有年輕人吹水 越聚越人多 就是說你不去 好像是勾了的 是靠那個潮流來的 搞到之後 你跟著給梁振英 張德光之流 這些利益憑黨 就製造假象出來 社會亂 製造有個港獨 現在港獨不是很成功 那現在又跟著 我現在就讀港了 哈哈 又說我讀港出來 又作話題炒 但是他在共產黨那方面 他這班人 用這些下三爛的手法 當然是很無水平 但是他起碼成功了 爭取了 就可以砌你暴動罪了 以前告不到那些人集會暴動 因為告了你暴動 但是當年他六七大暴動 死那麼多人都沒有告暴動 是的 陳婉嫻都說六七放炸彈不是暴動 那時候沒有動暴 是後來才立法 還有在歷史上 是告過一次的 一暴動罪 告過一個人 我們看到他現在說 打這個暴動 控告這些梁天琦之後 每個都是狂逆了 那我看到那些大律師 就很能不能盡 那我看到那些大律師 也都沒有盡責的 為什麼他不盡責呢 因為那些小孩子 有些聘請法援代表律師 那些法援代表律師 不肯夠頒的 那些法援代表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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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例行公事接回來做 那叫你求情 都沒有人跟你打 都沒有跟你打 也沒有下力去打 舉個例子 我們打是怎麼解釋 他這些案子沒有打的 因為有了人證物證 環境證供 沒有打 那打哪裏呢 我不讓你告這個暴動罪 降機 降兩番是告這個非法集會 為了騷亂 那些人坐幾個月而已 還可以求情 但是暴動罪不是 最低消費幾六的 最低消費四年 暴動罪一入親 我就要打這個 那怎麼打呢 大家可以參考 你反過來 你的大律師 那些傻子 做事的人 都沒有盡責 你現在叫了九龍指揮官 叫了延長的指揮官 和警務處長要上法庭 你九龍指揮官 你九龍指揮官 幾時 召喚三條九台 你幾時收領情報 收到資訊 說旺角有人摘結 說有騷亂行為 幾多點鐘收到 有紀錄的 沒得假的 電台有紀錄的 指揮官幾乎收到 你收到這個資訊 你怎樣給instruction 怎樣下order 幾遲下order 你收到資訊 旺角駕駛街有人騷亂 你收到之後 你給什麼order 怎樣給order 因為那裡他就high 為什麼沒有派警車 沒有派防部警察 一個多兩個小時沒有派警察 即是你沒有給order做事 因為你沒有給order 這個正確的order去做事 而拖長了時間 形狼成了這個局面出來的 那你警方就有責任 即是這個暴動是你形狼成出來的 原本不是暴動的 一早些人解散了 走了 你防部隊都走了 好了 到你有交通警察到現場 問我一個交通警察 你在學校訓練 有沒有入過camp 有 一定有的 你入過PDU 有沒有學過怎樣 連對群眾打暴動 有什麼守則警力 要保持一百米以上 為什麼你走那麼近 所以你走那麼近 才形成了局面 那他有犯規 原本沒有的 那些年輕人都沒有人過來 這樣打空氣 扔你就扔不扔 也扔不扔 不扔完 一百米 怎麼扔也扔不扔到 那一幫人扔 不扔就沒亂了 你明白嗎 最多來扔一扎馬 對不對 那沒亂 沒亂就是不扔暴動 那一幫人扔不扔 那一幫人扔不扔 又沒有人遵守警力 走進去 犯規 就形成了局面的法官 那責任是警方那邊 好 叫你警務署長 你有沒有收到消息 有 既然收到 給什麼指示 不幫你拿個命令出來看 躺在隔壁 在打麻雀嗎 沒什麼警察 你怎麼不到現場 就是整件事是你搞出來的 問到的嘛 這些事你上課 好了 某軍跟我爭什麼 你爭什麼 那些政治打壓 爭什麼都沒有人用 你說你多餘的 那你爭什麼 會用法官來替死嗎 現在那些鬼佬法官 不跟你說行政合作的 你都還要相信香港那個 因為如果你就算你去到一個法庭講話 你在立法會講沒有人用的嘛 你在行政會講沒有人用的嘛 講來有人用 他分手來理你 但是法庭不肯同 法庭公公公開了 法官有壓力的 有了那些警務署長 有了那些指揮官上來給口公 整個社會知能道 海外傳媒知能道 還有你有了警力在這裏 有些規範的 你收到情報 有人集會 你九龍寺一官 那你是不是要給命令先 怎樣給法 幾遲給 有沒有給過order 我打完給完索成怎麼做 不用派人去 這樣嗎 你說 你有沒有給過 你說我下了order 叫人去處理 叫誰處理 分區指揮官 衝鋒車沒有隔 散的 這個整個 這個就不是暴動的法官 就算是 都是這幫人拖出來的 就是變成這幫年輕人 是沒有心去搞暴動的 好了 這樣就降機了 我不是不認 我有參與 有參與 那就改罪名了 我就認罪求情了 但這些一組 就要爭的 在法庭 跟他抗大去爭 叫你什麼 我看得對 沒有人做 做個大廠勝賽的 好像說政治宣言 你有沒有打官司 叫你 叫你 說政治宣言 叫你 說政治宣言 叫你 是不是搞笑 不要緊 小朋友 你們那些 我專門做壞人 凡是判了坐牢 因為不理你的動機純正 或者不肯純正 去坐牢 或者你有理想 有什麼理想 還有也都要說一聲 你梁天琦說 要幫香港人 什麼什麼 我們閘著 你沒有資格幫到我 我又不用你幫我爭取利益 你們做一個正當的人就行了 有機會再讀書 這些不是你玩的小朋友 你們沒有資格玩你課 為什麼呢 香港沒有這個土壤 又沒有培訓 又沒有吃什麼都沒有 又沒有讀過政治意識形態的學問 你什麼都沒有 又沒有背景 人家提供資源給你 你就收不到 就被人收了 你就沒得收 你就被人放了上桌 如果社會 如果社會 靠一時衝動改變到的 那當然好 你看看歷史 一定沒有一時衝動改變到 要引人犧牲 有一個很長線的鬥爭 但香港 不是這個時候 亦都沒有需要是這個時候 那你們搞這些社會運動 製造了什麼呢 製造了一班那些不學無術的人 忽然愛國的人 想做政訓 原本都沒有資格做的人 上了位 現在 包括一批那些 很可憐的土共的人 上了位 原本個個上不了位的 就靠你這幫年輕人出來 吵完巴閉 就個個上了位了 變成香港市民 要看著這幫人家產在那裏 裝鬼裝馬 今天那個馬逢國 還要搞到達朵 戴上頭髮遮出去 對不對 就是你們那些人 製造這幫人得勢的小朋友 但是就是說你們那個善意呢 我們知道的 但是你們 我們不需要你這種善意 因為這種善意 幫我們香港人不到 但是補充一句 如果你們將來 坐完監出來 找不到工作 你們找我姓國的人 我百分之百十呢 一定幫你找到份工 你就繼續讀書 因為你在地盤那裏 其他東西都有七膽 我這麽多老友建築公司 我講了的了 將來如果有些人找工作 可以隨時找我 你天天都要聘請很多人 做省工啊都七個啊 那小子你不用擔心 那些人在裏面坐牢呢 說出來沒有前途 大把前途 學多些技能 再讀書 對不對 人生的過程呢 當然會行差達錯的 但是呢 就說要反省喔 這個不是你的政治舞台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沒有一班領導人 教你怎麽搞鬥爭 最大惡 沒有啊 沒有這個領導人 教你怎麽搞鬥爭 沒有反省喔 還有你們的鬥爭動機呢 不正確 你是鬥爭為那個社會民生去鬥爭 任何那個社會呢 你要鬥爭那個 推倒的政權呢 香港沒有這個因素在那裡 口號叫錯 動機搞錯 每一次走出來做社會運動 是做一件事的 做完才做另一件事 就不是說整堆東西 政府做不到 是嗎 那譬如現在說 你有人宣揚大灣區 那你那些民主組織的 你就走出來咯 我們支持大灣區成立 更加支持呢 中國有來香港的單程證的人 麻煩你中央政府送去大灣區 也都歡迎中央政府呢 再號召回香港居留那單程證的 用不正當守法的人下來的 裝鬼裝馬下來的 洗黑錢下來的 假結婚下來的 全部呢 全部呢 又送回大灣區 那就上街示威搞些貨 是不是 送回大灣區 是不是 這些你沒有人上街示威爭取的 你不要反對大灣區 對呀 因為有一幫人靠個大灣區 來挖 挖 挖水的嘛 逢是一個社會呢 一搞這些東西 就很多人有利益的 我今天 昨天才有個人來探我 他說他是河南鄉下的 近信陽附近 我說怎麼會現在發展得 他說反之得很好啊 路通了 很多高速公路 很多天橋那些高架路 但是沒有人 他說都沒有人 沒有人住 沒有人來的 起這麼多路做什麼 他說他不起路沒有錢 不起路 我哪裡有得知工程呢 現在就算你將來 現在我們批給你看 將來我講的主要大橋 是沒有人用的 但是計算到沒有人用 他都要搞的嘛 他都要搞的嘛 好啦 就算你高鐵 計算到數呢 一定不會48分鐘的 他都講大話呢 48分鐘就到哪裡了 到現在呢 計算出來了 自己中國政府公佈了 一個小時15分鐘 還有他暫停到沒有來 公民院 用壞人的坐直通車去廣州 是不是 好啦 但是為什麼 那些人計算都要搞呢 因為有笨拆穩嘛 所以他是很大領域的社會來的嘛 這個我們講了這些左仔 浴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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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踩他都不行啊 這隻這樣 馮國啊 記著他 那小朋友 你們搞運動 浴宣度 就這些人得勢了 是不是 搞得到那些 袁秋都上位 馬虹國 搞得到那些 那些 梁美老鼠勳 都上到位的 是不是 就靠你那些年輕人 幫他們上位嘛 共產黨沒有人嘛 唯有找這些人上位 壓領著立法會 是不是 所以那時候是誰啊 呂志和很過癮的 他說上香港好啊 停了立法會兩年啦 那就有暈限了 他說 停了就停兩年啦 那些事情就過到了 那就有暈限了 那就是這些人搞事了 那不是解散立法會嗎 所以就 我強調啦 總之你如果是 為了搞社會運動的人 犯了罪出來 我們響應政府的更新計劃 這個更新計劃 是香港政府支持搞的社福祉 就是坐完牢出來的人 跟汪派找東西做 那你們來找我就行了 我一定找到工作給你們做 然後第二個問題 唐英年就在復旦大學 將校訓倒轉來讀這件事 原本是博學而讀志 切問而近思 他就詩近而文切 自讀而學博 人家還要跟他討論 最厲害的是跟他討論 現實也是一樣的 很棒 我不怪唐英年的 因為 你怎麼要求這些二世 做家堅低B仔的人 可以識讀這些東西呢 如果不是他的花名 不會叫做吊吊吊 如果不是他香港 都不會搞到那個車牌 狗粥這麼混亂 他就是叫做吊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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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記不記得那個車牌 那你又不要忘記 它又能夠影響到 有些柴子說他讀得對 說他讀得對的那個是他復旦大學校友會的會長來的 姓徐的 我們都很記憶 你不要理他 等於說是呀 他是調整的事 但它可以影響到有人說他讀得對的 你說什麼 這個就是正式習先生 習近平講的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 這些是中國傳統的 這個叫文化自信 讀得錯了有人幫你解話的 這個是中國傳統 照高雄共產黨指鹿為馬 現在你共產黨做錯事 港澳辦做錯事 中聯辦做錯事 這些是中國傳統的文化來的 文化的精髓 現在只不過是調整性就跟風 他又不是故意跟風 是不故意跟風 但是亦都有人刻意幫你解話的 那還是復旦大學的校友會會長 怎麼到你不復 好了 你面對這些世界呢 為什麼我們就無動於衷的 因為不想關我事 你雖好 不想雖好 對我無關 我們跌了心水 賺錢 跌了心水 搞保健 不想沒有理會這些人 在這個時代 他人有人運的 國有國運的 我們看那個國際形勢 如果共產黨 它不改變那個思維 不丟下那本馬列主義 死定了 馬克思和欣賈斯兩個 現在慘得二十幾歲 弄個國際宣言 現在你當他們是佛祖的根據來用的 那你不肯死嗎 死定了 兩條毛都未生 好了 跟著你現在你說梁天琦那件事 那個黃台洋還跑了腦 收了人的錢 站在車上扮指揮 在電視畫面 是不是 哪一個給他先的錢 有一個人還收了幾十萬出來的 是不是 現金何來呢 所以是一個很大人窩的世界 是有人刻意製造這些事端 大家要很冷靜 等於我們看國際形勢 我看俄羅斯網的 看資料 你知不知我放俄羅斯網的資料出來 你看香港網會死的 俄羅斯通常在情報組織周圍收料 有人過濾才登出來的 是啊 站在庞泰人手 還有很多專家才登出來的 俄羅斯網 你別人說笑 不是隨便亂登的 所以你看我鋪在我們群組裡 我出真街都是俄羅斯的資訊 因為是BBC BBC都快的 但我看俄羅斯網 俄羅斯的情報很快的 因為他們人手多 你現在香港的報紙傳媒 哪個資格做個通訊社住在外國 你住在哪個國家 你普通來說 你英美法蘇俄德二日韓 我屌你是不是會把通訊社會死的 幾人做什麼 給你這樣的傳媒屌你 你哪有錢壓迫得起 就算國際傳媒都壓迫不起 要政府才壓迫得起的 他扔了大使館的工作 你明白嗎 一定是政府行為的 搞不了 搞不了沒有資源 所以中國以前那些中通社 新華社 通訊社 在中國那些都要扔住很多當地單位 你哪有資源呢 你普通民間組織做不到好的資訊網 很龐大的經費 還有一個問題 阿多達 高鐵這宗超資油超資的東西 就算弄好了 真的都不敢回答了 你看看這樣 即是說經常試車都出事 是的 現在試車就已經 因為你一旦用大陸的東西就沒辦法了 因為他那個是很正常的 大家要諒解 對我們祖國的產品 是不是 正話不爆 可不可以諒解 要諒解 發展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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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都不高得去哪裡了 你最簡單 現在那些衣車的衣針 衣車針人家都真的用德國的 沒有辦法的 人家真的用德國的 你沒有辦法的 特別現在那些高鐵這類的 啤梨那些東西 你不是用外國的 你一定會死的 嗯 他都說用鋼做 這個不然高鐵工程總管 李子民 這個不然垃圾啊 他說車輛和路軌是鋼做的 磨損呢 就是必然現場的 就比媽媽的女人還差 不是按照 難道是豆腐做的 這些傻子 我們坐上去做這些位置 你死不死 是鋼做 什麼鋼才可以的 鋼才可以的 你是瑞典做 一是德國做 一是日本做 是不是 但你一到這些啤梨一定是瑞典的 沒有得爭的 德國都不夠瑞典的 就是那些啤梨 世界公認的 特別是螺絲的拉力 你不要聘請這些 你不死 你死人上了 營運總管 廢都不廢的說話 笑話來的 這個營運總管 李勝基 那些人不敢說話 點個工程總管出來 你自己問 你自己是一族 不要搞這些事 你真是笑話來的 吊架 吊架 有網友問 坐高鐵中途要下車買票 才可以去其他城市 這件事情怎麼看 正常 有正常 風格特色 全都正常 他現在從頭到尾都錯了 你那一地兩檢 你在福田宅那裏檢也行 為何要在這裏搞得吵很厲害 那裏全部上車 去到中方那裏 你就由中方代表一地兩檢 就不要吵了 你現在特意在吵 是吧 那這幫人就要靠吵去遮醜 然後才搞別的東西 摸水就引了你的視線 不留心它那個實際有沒有效果 他們現在很狡猾的 講了別的東西 你就會疏忽在那裏 是有一個串謀的很大的運作 等於它選的那些站 搬歪少許而已 省很多錢 它不搬 它特意要設計在那些舊樓的下面 坐在那邊 你這個地基是很難做的 刻意是這麼做的 所以整天又漏水又出事 它是知道會出事 知道會漏水 那我就有後家工程 那我就可以代錢 特意代上去 等於做醫生一樣 國際路線集結 其實一進來你什麼病 它知道怎麼醫你的 它一定叫你去驗一驗 搞搞 是呀 打過爛先 是呀 那收回憶先 那要你走多幾個 回來看報告又要討你錢 是不是呀 那時候你從頭到尾是沒有醫治你 搞幾劑走來走去都沒有醫治你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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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死了 是呀 是呀 大家那些這些大陸的工程來到香港 搞豆腐渣工程 那些房協 好呀 這些大不大和 是不是 豆腐渣工程 那些大陸的工程 中國好像賣了出去給別人的 不是以前的老闆來的 中國已經賣了出去給別人的 去到這個時代 大家認為城市住得到的就住不住 就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 有機會又散水 是不是呢 Doctor 你現在看回國際局勢 你經常叫人下棋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呢 是不是因為中共不懂得下棋 整班領導人都不懂得下棋 這個很私人的見解 這個是我的經驗 但將個人經驗放回給年輕人分享 你面對一個這麼複雜的世界 表面是複雜 實際整個世界它有個因果鏈運作 是中環交錯都有個物樂跟著的 但你學足企 你會學了一個基本步 將其次的功能 化在人身上去看 你會被人看得清晰了 你看得清晰了 你先不要說贏人 就算你去投資 你做錯了錯誤決定 你已經著數了 即是你錯十局 你錯三局而已 那你就著數了 一輩子人 如果你認識下棋的人 你會比較冷靜些 還有看世界是不同的 好了 但你說足企 足到很高心著迷那些 又大冷靜的 他變得不務正業了 所謂凡氣勢 就要中動的 因為足企這一個人是蹲街的 打拳這一個人是神經病的 那腦震盪太厲害了 拳手過不長命的 所謂是中庸知道的 但你一定要基本要學識 當然啦 如果你捉到那些高手 有收尾 入於化境的人 這個世界是少的 很少這些人 沒有優米 吃了一把沒有優米 在這個世界奇談 家裡有很多錢 他拿的那種名譽 你世界人是拿不到的 但最近就很神奇 有個26歲的挪威高手 捉贏俄羅斯 幸好他都是拜吉利帕羅做徒弟 要不是俄羅斯丟架 他師父就是俄羅斯的高手 那麼他捉贏俄羅斯也無所謂 26歲的挪威出到這個人才 我們試過擺一盆棋呢 那些就真的是高手了 那陳博露祖 趙康任未做皇帝之前 跟他捉盆棋呢 他一路走走走到那個局 趙康任還有九隻棋 他就剩下一馬一公 一隻公一隻馬 他有幾多部殺利棋 趙康任不相信 輸了個華山給他的 輸了個華山給他的 你都記得大媽 五指定華山 怎麼呢 五步 他說 我五步殺利棋 怎樣 治王人 大哥 我九隻棋 馬炮 雙士 雙將 兩隻鎚 你單馬 怎麼殺啊 我擺過出來啦 五步定華山啊 就陳博露祖啦 但這些真是高手 他是不是說擺棋局的 他特意走走走走到這個位置 才跟你賭 我不要跟你賭輸贏 我賭多少部殺利棋 現在開始 趙康任那時候未做皇帝 是做將軍的 路過 他說 你有皇帝上 他說 我怎麼會賭一個 他說 沒錢 不是 你這樣自己承認就行了 因為你說不說 將來有人做皇帝 你如果做皇帝 輸了華山給我 輸了華山給我 這樣嘛 我無所謂啊 董髮頭片而已 那你單馬很難殺的嘛 單馬 他趙康任有馬炮 雙士 雙將 雙襲 一隻公 九隻子 他只剩下一隻馬而已 五步殺他站 五步定華山 但是這個皇帝是特地走到出現這個局面 才要贏他的 才跟他賭 中途跟他賭 這些真的 這些就不是人來的了 這些是玩個世代 黃帝是神仙 陳博是他說是神仙 陳博是他說是神仙 是不是厲害 是些人想不到的 小子平夠不夠膽啊 我們現在不 他都不知道了 救領了他 就要你不知道 就要你不知道 知道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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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債 所以這個呢 所以他這些旗手是很厲害的 所以你作為搞政治的人 你一定要學會看相 一定要學會下棋 基本步的 有你不懂看相 不懂下棋 給個權力 你們都死了 用人錯人 行人錯棋 決策錯了 那些就輸到賴了 是不行的 第一個問題 阿多達 上一次你講很多時候 要怎樣 即是會講過 一件事 就要 見面試 各種方面 你要想擲職的話 就要別人 信你 那怎樣才可以令到別人 一看到第一波 看到你 都不知道你是什麼 就要信你呢 即是 養天生養衰些的話 很慘 這個要求太高了 但是如果在世間日常來說 首先你真的要習慣守時 這個我一定 如果你不守時 你說什麼的理由 都沒有用 失車 人都知道 失車的城市 你不會早些 即是你沒有預算 守時最重要 好了 守時 是第一步的 第二步呢 就 幫人答應做小事 你一定交得盡的 如果你說 再有那些貴人的力 就說 肯信你錢財 當然是由第一波開始的 那你一波 你沒有理由 你借一百幾十萬的嘛 那你有些人 你不就從小開始 特別銀行佬 以前我們都是銀行 投資很少錢的嘛 那你真的準時還 那你才那個信用 是慢慢慢慢建立回來的 但有些人呢 就蓄意去製造 給人感覺他有信用 而去騙人的 這些是上海老的招數 上海幫 上海幫 那個叫做大大大的招數 他是 等於以前我做會頭 等人信他之後 立了幾份會就走路 那些 但那些是屬於不正途 就是我們講正途 那你令到別人信你 你真是有個 堅持在這裏 堅持 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盡量少答應別人的事 你不答應別人 就不會說失去信用 因為通常你報信用 因為你輕樂嘛 很輕易可以答應別人做事 做不到嘛 你不答應別人就沒事的 或者你很聰明 你不答應別人就沒事的 但功勢很可以的 我幫你想想 就不一定行 就不可以的 你不用拍了心口碎大石的 就是你不需要學共產黨說 搞定一個兩仔一定行 不變然不走樣 這些就沒有信用的 這些就沒有信用了 你共產黨不需要講這件事 沒有需要出來講那麼多話 我們講澳闆中文版 就算現在韓正出來講 他都沒有經常講的 我們都欣賞這個人 因為他在上海呢 我們對共產黨的人 有能力要稱讚的 他在上海這麼多年了 韓正 叫做很前衛的人 在市上海中 上海也叫做搞得成功 對不對 希望他用回那種精神 現在他做廣武協調小組 對香港是有利的 他定了四點出來 有個大方向 如果大家市民 拿著這個韓正 他兼是副總理的 國務院副總理 你就拿韓四點出來 跟那個中聯辦集馬揮 跟那些土共揮 你們的領導講了韓四點 根據他的精神要做事 他那個是命令 是內部的指引來的 但是公開了講的 市民要支持 你在這兒生活 你支持他 只是支持習先生 那習先生委任了 他做廣武協調小組 那他知道撥亂反正 以前這幫人家餐 搞得亂了 是吧 那你香港人不支持 那你不肯定 所以你泛民那些什麼差事 搞政治那些反對派 你都要公開支持韓先生 那個正確的指引 如果你是正確 你就不肯定支持 不肯定正確 你就不肯定支持 那你只是在那裡搞亂局 搞什麼鬼 是不是 那現在中國政府 是共產黨抓莊 共產黨做正確的事情 為什麼你們不支持呢 這個是智慧上的問題 就是你變成情緒化的 反正不行的 社會 我們經常罵那些共產黨 是罵那些仆街的共產黨的嘛 那些好的黨員 我們不會罵的 你對那些貪污腐敗 濫權的共產黨 我們會支持它嗎 看得到它是錯的嘛 看得到你梁振英 那些是垃圾來的嘛 你搞亂我香港的嘛 我居心不良的嘛 那我們為什麼不敢批判它呢 那如果就算你林鄭月娥 你做正經事 我們市民都要支持它 不是很難做的 你沒有社會的支持 就是變成市民都要有水平的 就不是說亂不反對的 反對用什麼呢 夠說而已嘛 影響社會不敢穩定嘛 第二個問題 那有網友用了肉購泉水之後 就覺得運氣好了 多謝了 一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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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照抓來做呢 我可以告訴你 你不敢好 你就不敢應該的 第一 你認識到我 這個第一個緣分 第二 你又可以信任我的指引 去做這個動作 因為我一向都跟同學講的嘛 我不會講些東西出來 沒有效的 又不想叫人做的 自己都沒有效的 叫人做來做什麼 就是用來丟架 你先講個好處 我聽聽聽 是不是 沒有效的真的不敢應該叫人做 就算你那些叫人用你藥 買哪種藥 用哪個方法練功 我為什麼要講這些東西 講來把插 沒有幾億的 多少水好吹啊 所以你一定靈的 因為你認識我 你是信任 你只要照我那個肉購泉水 這樣去做法 一定有效 那個不是很神秘的力量 只不過說 將你的思維 和你的個性 你的性格 調教 調教一下 那你就知道自己的場主在哪裏 那你就走快兩步 家裏是少了 交捷 那怎麼會沒有效的 一定有效的 可以夠膽講它 這個佛法無邊 只不過我不打佛的招牌 佛就是智慧來的 那些智慧學問來的 還有它涉及的那些量子 微觀世界來的 那些水 你自己祝福 那些水就變了新的了 就有你的意識留在那裏 有你的意念在那杯水裡 等於耶穌啊 聖堂那些聖水 那你家人一喝 它將它那個微細的潛意識 那種惡意呢 會沖淡了它 就是沒有敏鎮 就是喝了涼茶 沒那麼勞氣 那怎麼會沒有效呢 有些人撞板就是 上頭那一下就出事而已 衝動嘛 所以一定有效的 但是那些人不買就走 我們有幾樣有效的 第一 你上去無私自通的 另外你都拍腳弓 平拉弓啊 李懵生那些 兩種弓連起來 你一定精神爽利 第二 你叫那些年輕人 走來學過木方班 再學多些東西 你一定幫到家人 你少會病痛 第三呢 我們那些藝術畫 你這個叫封劍除人的 你沒有錢 你上網 抄章自己編出來 看一下你都有效 好 我們免費送給人那些佛畫 如果那些人臨死有病 那些老人家一定有效 只要他接受的一定有效 好了 我們那大幅的佛畫 你有環境 家裡有地方掛的 你買一幅擺在那裡 一定有效 好了 你再多錢 配合整套 拳龍皇帝的心經 擺個陣子就更加有效 那是很深厚的學問 封劍由人 那你認為你個人的不夠能力 心力不夠強的 你走來用我們那些浴泉扣水 練個功力一定有效 因為那個是訓練你的心靈力量 啟發出來的方法 還有訓練你正念 最簡單的 在這個世界這麼多人 就算信耶穌教好 信伊斯蘭教好 伊斯蘭教最有規律的了 如果講宗教 他們每天都五拜的 有些是三拜 但是他們真是念經的 天天做的 如果講行門 伊斯蘭教是沒得頂的 耶穌教都點當的 不是說這麼多人 朝朝念胡桂經 或者討告 祈禱的都沒有這麼足的 伊斯蘭教真是足的 好了 世界這麼多人 如果你說佛教道教 沒有宗教信任的人 有幾多人天天起床 還是有時間去祝福人呢 我們那一盆功課來的 你要我肉扣泉水 你天天真的要做的 喂 你這樣天天去祝福人 真的如果那個宇宙 有個上帝在這裏 都會關注你多些 是吧 有數在這裏 有個因果的力 還有你很強調 我們做工作 就算我講那些年 我們都是純粹的灌輸 給別人知道 要接受那個宇宙 有個因果的報應在這裏 只要你跟著那個因果的力去行 做事呢 你一定順利的 一定順利的 沒有其他能力達到的 這個世界就是那個因果力運作的 沒有其他能力達到一個距離 沒有其他能力達到的 世界就是那個因果力的運作的 那你跟那個因果力來行 那你就順利 這麼簡單 不是很複雜 不要把這個搞得這麼神秘 那麼複雜 大家有問題嗎 問題全問了 我講一下故事 我講到一些太監回憶錄 好頭 先介紹寫的兩位 是啊 說了一些慈禧的事情 訓練了一些太監就打到飛氣 心情不要以為是打到飛氣 這個太監原本是一個師傅叫馬商錄的 叫賓廷五品的隊長 是江瑞元年事後慈禧太后的一位老人 老太監來的 另外一個叫張秀濤 師房大師傅七品官職太監 他們兩個墨水很好的 因為慈禧太后本身的文字 對他根本不夠的 到他垂年聽證之後 就很發奮求學的慈禧 所以他對那些讀過書的太監 就零眼雙腔的 就派了馬商錄 張秀濤兩個太監 就每天陪他讀書的 在每天十二點前後 太后就睡眼覺的 在晚上十一點前後 太后又進去寢宮裡 就休息一會兒 就陪他們上去教他讀書 就和這兩個太監講笑 研究詩文 詩詞歌父 編寫那些戲曲填詞 挺厲害的 遲起睡的那個子不教 清五十年前 清朝的皇帝都很曉的 他們習慣午時睡一會兒 睡睡子午覺 是的 王子的時候已經是 暫中有個南方貴族的婦人 寡婦婆來的 那個女畫家 廖家衛和此特一起陪讀的 一天兩次在那個時間 叫做坐監 不是監等那個監 把監那個監 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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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時間 增強自己的學問 到庚子年後 又再多了兩個讀書的女學生 一個慶親王逸康的女兒 獨身女四格格 一個太后的內疾的婦人 是德媛的寡婦婆 恆大奶奶 但是這幾個人上去的時間太少 就不需要學那些太監坐監 一樣 就不需要當監 那些不是宮女 後來太后就挑代很多外國人 就學一些鬼話 學洋文 學洋文 遲些太后 來日時尖昨晚 那 跟著經過某個王爺 就舉戰了余根的老婆 余根的老婆是德國女子來的 余根的女兒就是三姑娘 德寧 已經做過戲了 這個德寧 五姑娘就是容寧 又有一個德國的女子 黑姑娘是懂得畫畫的 就跟自己太后畫畫的 畫她的寫真的 但是她這幫人是上海流民來的 她現在爆了德寧 是劇水黨來的 對 上海流民來的 就用了一些插白黨的伎倆 就騙了太后很多金銀珠寶 後來出了工 德寧自稱公主 寫了一本書叫清宮二年記 跟著編造了什麼叫德寧女士的清宮秘史 這個太監她曾經看過這本書 令到她作嘔 但是她一時憤怒 將書燒了 就說這個得寧容寧她這幫人 又在東郊文行 打著慈禧太后的招牌去演講 騙外國人的錢 很好奇 但後來她想起來 她說七十歲的慈禧太后都要學鬼話 就因為聖德之類 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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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 當時她的工作 這個太監 就是一個階級很低的太監 她學習公事 寫了戲本 到後台牌 是她的政績 她的政績 從來自私房 這麼複雜的事實太多 聽見她的師傅 馬章兩個公公 說她在慈禧太后 當監 叛讀的時間 這樣變成太后的喜劇動靜 有時候談論 她寄在心裡 就是說慈禧太后一世人都不容易 他都跟Dr.李觀點一樣 我說慈禧沒有福 不是一個有福的人 他本身十天坐一個奸的 無論是東下 就在電郎底下安排指提名 他那個頭叫做奸老爺 大師傅叫做奸達 所有做的事不可以錯 太后入到這個寢宮接班 落班的有一班人 有什麼公事呢 就交給這個換班的首領太監 最重要就是點交尋設有沒有損傷 其次上傳明天的差事 交代完了 落班的首領太監就到電院 就要對著大點扣三個頭 多謝那個奸臣爺保佑一天一日沒有做錯事 今天沒事 不用啥 天天都要扣三個頭給那個宮殿那個電臣 接班的首領太監 一進到這個電院 又要向著大點扣三個頭 然後就求那段臣爺保佑一班 整班人不要出事 天天都是這樣 更惡過老爺 在帳幕裏面 一個媽媽在床上就和太后搭骨 捏腰的 搭腿的 一個宮女就跪在床腳下 侍候的 她們分前後夜的 不止三幾個人的 所以那時候那些人說 慈禧太后搭兒子是很難搭的 吹水 大堆人在那裡 到廊下那邊就在那裡等了 因為你走早了 太后睡醒 沒人能死 是啊 所以都不是說叫你下班走了 不走的 她床前那個宮女不走的 每到晚上 電外 電外 多數的太監和少數的媽媽 女子 升羅其步 好像一堆蜜蜂那樣圍著 到了內典 皇后妃嬪的事 到處都有人跟著的 有些百十幾歲的老太監 劉和才 她又十三歲 服侍江瑞皇帝 好 下次繼續 以前風激女人最流行就說有姦情 是不是都質疑有姦夫 下次繼續 有什麼節目 有什麼話說 有歌唱祖國 之後有清喜祝福文 芯陀劇集去到第五十三集 還有一集就完了 好像五十四 接著有博士精選兩棋棋局 有兩棋棋局給大家分享 大家慢慢看一下別人的佈局 接著有個TAC的編譯 就是說一生的人 其實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家裡的男女關係 可以影響長壽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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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有一套大逆棋家 特地選了一套電影給大家 就有空欣賞 在這個星期六星期 那個電影叫做大逆棋家 對 因為反正問題 看了片頭 下面有一個連結 按進去 接著就可以看到這套電影 你看了片頭之後 你可以按進去那個 指印下面那一字 就可以看到這套電影 對 接著最後有一個魔術 下個星期繼續 再補充一點 上次就介紹了博士的那本書 《惠眼光世界》 今次在節目下面的文字 連結下面 就會有個連結 大家可以按進去合作 大家可以放到的 那本《惠眼光世界》的書 就是我們有一條連結 貼到的 你今天就會看到那本書 整本放在那裡 大家可以慢慢享受 好了 下個禮拜見